今天我们来看一看佛罗伦萨最古老的一个孤儿院 差不多有600多年的历史 如果你看过我的天才女友的话 你会知道莱农跟她老公在佛罗伦萨定居的时候 就住在这个孤儿院的附近 而且莱农生产的时候呢 有一个蒙太奇就是这个标志 跟莱农就是怀孕的时候那个痛苦的那个样子 做了一个切换 然后一进来这个博物馆你就会发现 在600多年的这个历史里面 有很多人为这个孤儿院做出了贡献 这个孤儿院里面呢就是开始啊 这些孤儿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有一个窗口在这个孤儿院外面 然后去收这些婴儿 后来呢就专门有一个办公室 来收这些父母可能养不起 或者什么原因抛弃的这些婴儿 然后也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里面有很多的小抽屉 保存着近200多年来 这些孤儿刚刚被送来的时候 身上佩戴的一些 比如说小徽章啊小扣子啊 就身上的一些布料啊什么的 这些非常珍贵的一些东西 然后这个孤儿院里面呢 有奶妈 然后还有教师 也就是这些孤儿 在保证吃饱穿暖的情况下 他们还能接受很好的教育 如果你来到佛罗伦萨的话 你也可以来这个孤儿博物馆里面 看一看 感受一下这个人文关怀 还有整个佛罗伦萨的这个历史吧 好的 我是戴玲 我在佛罗伦萨等你